这是一所可以男女同情的正经学校 男主偷留今天就要去这所学校报到 在去的途中他看到了一位冷艳的白发女孩朱莉 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身后就又出现了一位丹马威女孩 与之偷留并跟着主动的女孩一起参加开学典礼 学校理事长塑叶是一个哥特罗莉 他给学生介绍今天的入学仪式会有一半的人早到退学 因为仪式的内容是每个学生要和坐你旁边的人战斗 赢的人留下输的人滚蛋 原来这是一所特殊学校 入学的每一个学生都被注入了一种叫黎明新闻的东西 潜能中才会有一人被赋予叫艳牙的能力 这是能够将灵魂具现化变成武器 学校就是专门教授如何使用艳牙战斗 而偷留旁边的人就是丹马威女孩 可变的艳牙都是近战的兵器 什么锁链长枪大宝剑 那是样样都有 单偷留的艳牙却是盾 可能是因为太怕痛所以只能防御 单偷留其实是众学生中的特殊存在 仅靠一拳就打败了丹马威女孩 此后没有半点脸相细域 于是透流入学 单马威退学 而开局没有打招呼的白毛女孩朱莉 则成了透流的同作 何止单马威女孩就是一个工具人 如果一开始透流搭闪了朱莉 那剧情又该如何发展 但这些都是后话 在开始上课后 版主任是个看起来很沙雕的兔女郎 她给学生介绍了学校的规矩 那就是学生要两两配队组成版双刃 一起吃喝拉撒 一起睡觉一起学习 但这个配队得在下周才能报名 所以这周就先脑规矩 谁坐你旁边就跟谁配对 于是朱莉就成了透流的摄友 在第一天合宿的时候 透流睡醒就发现朱莉躺在自己床上 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这谁顶得朱啊 做出了睡觉需要一起 吃饭战斗修裂也要一起 而透流也在隔天内饰了另外两个女孩 小雅和小菊 本来朱莉在真正配对的时候 是要跟小菊一起的 可是小菊却说要跟小雅一起 没能配对的朱莉就便宜了透流 脑苦了透流的机友小葵 但小葵却很大气 我懂得去吧 所以透流又可以开启 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 而配队完成后 学校举行的第一次模拟战斗 规则是跟自己搭档 与其他半双人战斗 活到最后的人就可以吃鸡 战斗方式没有限制 可以色忧 总而言之 只要能够打败对手 不管你多阴险 学校都不会阻止 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这些把戏都是秒秒秒秒秒 直到透流他们遇见了 有细分的小雅小菊 战斗才稍微激烈的那么一丢丢 因为小雅的燕牙是一把散枪 他直接对着透流的盾戳了过去 然后一阵火花四射 伴随着小雅的脚转身 然后小雅就败了 最不要脸的是 透流还挂小雅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 这一夸赞 让小雅的心是小鹿乱装 之前他在招场昏迷的时候 就被透流背着 走那一刻起 小雅对透流就有着不一般的感情 而本以为打败所有学生就能获得胜利 却没想到半主任竟然拿着大宝剑 对他们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并且在这次战斗 透流他们才知道燕牙也是可以伤到人的身体 而不只是灵魂 只要内心有足够的杀意 就能让燕牙对身体造成伤害 但看起来很牛批的半主任 最后还是被透流整碎的大宝剑而掰背 结果隔天半主任又跟没事人一样来给他们上课 想到昨天的一幕 透流跟小雅他们就赶紧去跟理事长汇报 结果却被反问 你们不是没死吗 原来昨天的战斗是为了快速提升学生的战斗力 而故意为之 最后透流他们也得到升级的奖励 本以为变强了的学生 就被新转来的黄毛利利斯狠狠地打脸 因为他跟透流一样都是特殊的异能者 他认为只有透流才能跟他配对 为了证明这个事 他决定只剩一人挑战高年级的学生 接近他亮出自己的咽牙幻化成的枪 远距离就把这些还是冷兵器的学长学姐全部KO 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告诉透流 他们两个特殊的存在是最适合配对的 不过透流明确拒绝了他的好意 这让利利斯不爽还要继续一难挑战 一年急着所有人 而其他学生自然就成了炮灰 最后剩下透流和朱莉两人合力战斗利利斯 眼看就要打败利利斯时 透流的肩部就突然中枪流血 但这不是利利斯造成的 而是反派凯文造成的 他的目的是为了抓走利利斯 很快对方就找到破绽 弩走了利利斯 看了后宫被捕 透流也顾不上肩部的伤口 与利利斯两人合力打败了凯文 经过一场战斗后 利利斯是彻底白给 更是大胆地在戟里面前A了上去 而含蓄的朱莉也不敢吃热 在之后的新一次修行中 学生们也需要从船上留到对面的小岛上 别人都是孤军奋战 而透流则是左拥右抱 朱莉也开始大胆起来 单看模样还是有些害羞 而等到岛上之后 他们就遭到神秘人的袭击 透流他们发现这些忍者 竟然也拥有幻化艳芽的能力 由于不熟悉地形 所有人都吃了大亏 直到透流不管三七二十一 对着一个黑衣人就是扑了上去 结果才发现 这些黑衣人竟然就是当初 被退学的那些学生 而他身下的则是单马尾女孩 原来他们并不是被退学 而是被送到了分校学习 而刚刚的袭击只是分校的欢迎仪式 真是一所正经学校 总是不走寻常路 而这次修行 小雅的腿给扭到了 在被透流背着的时候 他在透流的感情就彻底爆发 然后挑了一个气氛 极度暧昧的时刻 海芬微微吹拂着裙摆 黄昏照应在小雅身上 娜娜比平日里看起来更加诱人 但是他的表白却被拒绝了 李游进士透流觉得自己太弱了 这就是发好人卡 什么我不够好 你会遇到更好的 我不配你 阿腿 果然小雅伤心挤了 转头就跑开 留下透流一人 而在当夜 凯文又带人来袭击学生 但这次他的目标不是莉莉斯的 而是李市长 对于凯文 李市长等人是充满不懈 他交给班主任一个高级别的药剂 在注射之后 班主任的战斗力直接爆表 可他消灭了敌人 竟然只是幌子 凯文本人已经来到 李市长的房间 并带走了他 凯文的势力跟李市长这边的人 完全不同 他们不是通过黎明新闻来获取力量 而是靠装缸来获得力量 说简单点就是 李市长这边是通过注射药剂 来强化灵魂创造武器 而凯文这边则是依靠身上穿的装甲 来强化战斗 一个类似魔法 一个类似纯科学 凯文三番五次的台西基学校 只是为了盗取李市长这边的战斗数据 接着来提升自身战甲的能力 所以这次凯文的战斗能力强了一批 朱利和透流两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是在凯文用脚踩在透流身上 楼梁时 这一幕刺激到了朱利 只见他当场黑化 一下就差点把凯文给秒了 但黑化后的他也敌我不奔 在嫌嫌杀死透流时而昏了过去 好在凯文接到上级电话 可以撤退了 几人才有情无险得以存活 不过 在回到学校后 透流发现小尔失踪了 所有人都找不到他 而他其实是来到凯文背后的实力 对方的老大早就想要得到理事长的力量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实验体 他看出小尔渴望力量 于是便送用他加入自己实力 他尝试战甲的研发 这样一来 小尔的灵魂则能幻化艳牙 并且实验体还能通过战甲变得更强 正好马上就要举行起盲业会 这是由七个大佬共同开展的会议 理事长和凯文老大就是其中之二 本来凯文老大想邀请理事长联盟 理事长知道凯文老大是想拿自己的学生做实验 所以当场拒绝 于是凯文老大便提出了两个视力碰里碰的决定 所以最终的决战正式开始 那一篇新闻VS装刚 凯文带着手下直接进攻学校 并且还带来了强化后的小雅 此时小雅已经出卖了灵魂 升级成了反派的工具 他被透流拒绝的原因是透流太弱 那么他变强不就行了吗 直接获得力量的小雅 轻松地压制了所有人 一人占所有人死后不落下风 学校其他区域也开始了战斗 就在小雅打算再一次进攻时 却被小雅锁链给限制了行动 他能透流赶紧去保护校长 毕竟小雅 可是他的CP啊 本以为会有一番长篇大论 什么啊不行啊 这样太危险了 结果透流等人竟然真的就留下了小雅一人牵制小雅 而小雅显然不是小雅的对手 但是别忘了对付黑化的最大办法 永远不是绝对的力量 而是化疗 而化疗的内容简单来说 就是小雅认为小雅即便不出卖灵魂也很强大了 因为小雅从不敢跟喜欢的人告白 虽然小雅被拒绝了 但起码他做了 他很勇敢啊 比自己厉害多了 但小雅却还是认为得有力量才能跟透流在一起 他不想再被拒绝了 被拒绝的感受真的不好受啊 看着动摇的小雅 小雅此时后最后的话要进攻 你有我啊 我们可以一起变强啊 果然百合才是真爱啊 随着一巴掌打过去后 小雅也算是彻底被唤醒 而透流那篇也已经跟凯文开始了决斗 在被压制一小伙后 透流注入了高级别的药剂 爆发出超强的实力 轻松地打败了凯文 而凯文老大看着自己手下败贝 就忍不住来到凯文身边狠狠地弩骂他 手表这番对待了他 直接杀死了老大 然后拿走最后的装钢科技 几乎是一招一个小朋友 就连注入高等级药剂的班主任 都只是勉强地挡住了一次攻击 就快倒下了 而凯文又犯了一次上次的错误 他千不该万不该 砍谁也别砍拦住啊 在看到透流被扎身后 朱莉又一次黑化 以绝对的力量压制打败了凯文 即便是朱莉自己受伤都不曾黑化 而这次黑化又是敌我不分 在透流用自己的身体抱住朱莉后 才让对方冷静下来 最后 透流捡起朱莉的剑 其余了凯文最后一击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朱莉跟透流坦白了一些事情 他的咽牙并不是注射药物获取的 而是在看到父亲死后的那一天而自我觉醒 学院的秋莲其实就是为了锻炼学生的灵魂 在觉得合适的时候 基于高等级药物来激发灵魂 释放更强大的艳牙 否则就会像朱莉一样失控黑化 故事的最后两人再次约定要一起战斗 所以整套最后这动漫 竟然还是个存爱翻 这是2015年的神奇动画绝对双刃 是情感四大民族之一 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对比其他三部来说 这还算是相对能看下去的作品呢 并且也是许多人的鲁坑翻 而对于男女主的这对CP 我更想去磕小菊和小雅这一对 我想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想的 至于女主 其实她可以一路黑化下去